美女 餅隊 6點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 還有車租 好 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一個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大家好 我是藍軒 歡迎再度收看麻辣新聞網 對 那麼最近呢 我們在這個市場上 買到一種電子產品 叫做九官鳥 那麼這種九官鳥 你要是對牠講說 李登輝總統萬歲 牠就跟著你講 李登輝總統萬歲 不過像這種九官鳥 是屬於我們一般的平民玩的 那個高官玩的不是這個東西 高官玩的另外一種電子產品 叫做三台 所以我們今天呢 的題目就是呢 這個黨政軍 他的這個股權 一直佔的這個三台非常的多 那麼希望他們的股權不要過半 那麼今天就是我們的麻辣議題 對 那今天針對這個麻辣議題呢 我們為您請到三位特別來賓 第二位特別來賓是 台大社會系教授 中研院的研究員 而且是陳社的前社長 屈海源先生 屈海源先生 他在他陳社社長任內的時候 就已經糾結各個學者專家 出了一本 解構廣電媒體 這樣的一本書 不過事實上 所以我們要先看一下好嗎 對 說而言不如企而行 我們曲老師他 除了出了這本書之外 他現在還發起大家 推動一個所謂的 黨政軍 推出三台的行動聯盟 他擔任一個召集人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借由 他這一方面的專業 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位特別來賓呢 是周玉寇小姐 那是我們基本演員 她已經上過我們節目一次了 這一次我們要借重 對 我們這次要借重周姐的 可能不是他 關於黨政方面的一些 深入的觀察 而是他在主持電視節目 寫一些電視三台的一些 小box的評論文章 我們希望能借由他這邊 來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在三台主持的節目 叫做不談政治呢 為什麼不談 對 他在三台不談 就在這裡定談 所以我們這裡有非常 都可以談 對 敏感隊都可以談 那第三位特別來賓呢 是聯合晚報的總編輯 向國寧先生 向國寧先生 他曾經是聯合報的 駐美 駐華盛頓的特拍記者 然後也是世界日報的總編輯 因為他在新聞方面 他是新聞學的 學士 碩士 博士 所以我們想接種他這方面的 有關新聞方面的專才能夠提供大家 對於這個黨政軍 推出三台的一些新聞專業 理念的一方面的分析 OK 那麼在我們這個 今天的麻辣議題開始之前呢 照例的我們要看看 許久金到底又給我們 什麼樣的麻辣新聞 我們先來看看 許久金的給我報報 可以這樣到嗎 可以啊 是不是也是不是到嗎 他開始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給我報報的許久金 很高興又跟大家在這邊見面 首先當然就是播報 每週姑娘播報的三條新聞 那就是 第一 鄧小平她還是沒有死 當然 蔣偉國先生聽的 一定會非常高興 因為他非常推崇鄧小平先生 第二 李登輝還是沒有決定 他到底要不要競選總統 第三 李登輝表示 他參選總統的這個決心呢 還是沒有變 好 以上就是 每週姑娘播報的三條新聞 然後就是播報這個星期 比較重要的一個新聞 在播報新聞之前呢 我們願意介紹一下 今天的幾位特別來賓 那為什麼會有特別來賓 大家都知道 南海主權問題呢 是這一陣子 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為了南海的這個主權呢 內政部的警政署 日前還特別派了這個寶七總隊呢 去南海護魚 南海的主權到底是誰的 南海的這個魚呢 到底需要怎麼樣子的保護 南海的這個海中運量的 這個豐富的這個石油 應該怎麼去開發 目前共有六個國家在南海駐軍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 才不會跟這些國家發生衝突 南海對中國的重要性 與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 孰清孰重 我們應該如何運用最新的科技 來分辨其中的差別 東南亞國協 如果在今年年底的這個高峰會議裡面 做出對我國不利的這個 這個結論的話 那麼我國應該如何反應 才會有尊嚴 公賣局在改為民營之後 台灣的酒駕 會有什麼樣子的波動 對不起啊 那個導播這最後一個問題 好像跟南海問題沒有什麼關係嘛 公賣局的事情 怎麼會出現在 南海這個問題 這個討論會裡面呢 當然有關係啊 酒精導 那個就是公賣局 它不是在南海路上面嗎 你談南海問題 當然要談公賣局啊 是不是啊 演之成立 好 那剛才提到呢 就是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們 要討論這個的內容 現在就讓我介紹一下 今天參加我們這個南海問題 這個研討會的幾位特別來賓 做到左手邊的是 美國紐約大學亞洲問題專家 陳佑林博士 做到右手邊的 一位是南海基金會的這個 執行長趙以德博士 另外一位呢 是專門研究南海問題 與兩岸關係的周曉薇博士 謝謝三位來參加 我們這個準備已經很久的 這個研討會 我們希望今天討論出來的這個 結果呢 能夠釐清政府跟民間 許多對於南海問題 是是而非的這種觀念 首先我們要請陳博士 就來一個引言好不好 是的 謝謝給我爸爸 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 可以從一個比較務實 宏觀嚴謹的角度 來看南海問題 首先我們要談的是 對不起 我們南海的研討會 臨時取消了 酒精你趕快播下一個新聞 其他的特別來賓 請馬上離開主播台好不好 對不起 這個臨時取消的 對不起請離開 請離開 酒精 可是下一個新聞好不好 可是導播我們已經跟全體觀眾 還有全國軍民同胞 預告過南海問題的重要 還有就是這個研討會的意義 怎麼可以說停就停呢 不是啦 我跟你講酒精 這個南海問題 不是你說要談就可以隨便亂談的 這個談南海的問題 要憑實力的好不好 你以後再講 好吧 那我們就只好在這裡取消 這個南海問題研討會 對於研討會這個虎頭蛇尾的結果 本人願意負擔所有的責任 我在這裡向各位觀眾道歉 不要道歉 我跟你講酒精不是你道歉 這種上全乳台的這種責任 應該由我導播來付 跟你沒有關係好不好 這是我導播的決定 可以嗎 不導播 我的責任 因為是我在這個播報台上面 所以是我的責任 不是你的責任 根本不是內政部長 黃鐙輝先生 黃坤輝先生的責任 不是啊 我跟你講酒精 這是我的責任好不好 不是你的責任好不好 也不是這個什麼 內政部長黃坤輝先生的責任好不好 好 這樣子好了好不好 導播 這個南海問題 這個虎頭蛇尾呢 這個責任就跟你 就由你跟我兩個人來負 好不好 我們自行處分嘛 好不好 這樣子 黃坤輝先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好 就這樣決定 就這樣決定 趕快過下一趟 好 那南海羞辱呢 在這裡就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然後下面我們要報導新聞跟蔣公 有關係 前兩天是蔣公司司20週年紀念 在過去這20年裡面 台灣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在台灣 尤其是在台北市 有越來越多的流浪狗 這個狗 流浪狗問題越來越嚴重 流浪狗在蔣公和蔣公子 還健在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大部分都還是家犬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流浪狗的問題 可是自從蔣公和蔣公子過世之後呢 許多家犬就慢慢變成上家之犬 就有所謂的流浪狗的問題了 上家之犬呢 就是流浪狗 就是上家之犬和家犬 雖然都是狗 可是中間的差別 其實還是很大的 例如說家犬適時反共 他們跟共產黨呢 有不共戴天之仇 那上家之犬不但不適時反共 有的時候他們還非常推崇 這個共產黨的領導人 像鄧小平 那家犬對於 以前家犬對於這個黨主席兼 國家領袖的盲目的效忠 甚至當主席或者領袖的狗兒子 他都無所謂 可是上家之犬對於執政黨 跟這個兼國家主席呢 是盲目的反對 那當然是更不可能 去當對方的狗兒子 家犬的狗障人士 所以走起路來 趾高起昂 那上家之犬呢 因為特權上進了 所以有的時候 會跪在地上痛苦流涕 不過家犬和上家之犬 也不是沒有相同之處 我們覺得這家犬跟上家之犬 也許基本上對於民主 都沒什麼特別的認識 不過不論如何呢 我們希望政府 在處理這些流浪狗 這個問題上面 能夠多用點人道的方式 到底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 非常非常民主的國家 好 一導播啊 我發現你們剛才放的影片 怎麼會是這一段呢 我要的是流浪狗的新聞片呢 你們怎麼放這些 完全不相干的影片呢 好吧 那不管啊 我之後再向觀眾 再道一次歉了 好不好 並且向影片裡面的主角道歉了 還好我們這給我抱抱 是經常犯錯的媒體 所以相信大家已經習慣了 各位觀眾 這是我們最新的新聞 這是我國政府南海護魚失敗之後 因為得不到適當的保護 第一條為國捐躯的魚 不過我們雖然深感遺憾 不過我們會好好處理這些魚的 好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給我抱抱 我是徐九斤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會 老國這個魚是坐華航 還是坐長東的飛機回來了 拜託啊 有飛機坐就好了 你不要害我 我跟你講 是 我覺得這個清蒸還是紅燒 這又是一個問題 好不好 我覺得馬拉會比較好吃 萬一被人抗議的話 我負起全部責任了 像桌上那條魚一樣 是 我為自己先這個切副抽資 OK 那麼剛剛補一個笑話 給我抱抱一個最新的笑話 就是今天李登輝是回應江八點 那麼他只講了六點是兩點不漏 我們剛剛跟這個向總平談過 OK 好 我們來進行 今天的這個麻辣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麻辣議題 我們一開始就是討論 你確實了解到底說 黨政軍推出三台 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先請這個曲老師 為我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黨政軍 他要推出三台 他理由何在 黨政軍對三台的影響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不論從資本的結構 管理的層面 都看到黨的力量 執政黨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以及軍方的力量的介入 比如說華市的股份 這個軍方加起來超過60% 那麼諸如此類 還有人事的任命 那麼都要經過國民黨的同意 那麼甚至於內部的人事的安排 都可能受到黨的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在一個真正的一個 一個邁向民主的社會 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麼台灣目前存在兩個大獨流 一個獨流就是黨營事業 上個禮拜談過了 這個禮拜要談三台 三個電視台 因為三個無線電視台 在黨政軍的控制之下 或者至少現在來說是影響之下 那麼使得整個很多的新聞的評論 新聞 評論 那麼都可能有偏駁 尤其到選舉的時候 就更明顯 可是在選舉期間 即使學者知識分子 或者是甚至於報紙 也來監督 也來評論 可是他老生在在 他就不改 他便是一個利的表現 那麼在幾年前我主持承受的時候 我們也約請一些傳播學者 社會學者 經濟學者 那麼做了一本 做了一本大書 這個叫結構廣電媒體 聽說現在各大大專院校的新聞科系 都把它當作教科書來用 對 因為這是幾位十位學者 那麼花了差不多十個月的時間 很認真去寫的學術論文 對於今天談的三台 當然分析很透徹 還有其他廣連媒體的問題 談得很深入 可是我們覺得非常痛心的是說 這麼厚厚一本書 那麼學生都拿了去做課本 因為老師規定要看 你三台的人不看 對 三台的人不看 公視人看 老師 三台的主本 你現在看到了嗎 所以這樣厚厚一本書 裡面有很多的建議 很具體 很深入去分析過之後 提出的建議 對於資本額的建議 對於這個政府 尤其政府的行政中立的原則 那麼以及股份的一個安排 那麼都有一些具體的建議 可是三台似乎不太理會 也就是他本身講的不是理 他不是跟你講理 他是跟你講力 我就不理你 你也沒辦法 OK 好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這個三台了 所以我們保留一個專線是 3956620 3956620 我們希望三台的主管 您可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討論 OK 我想這個 我想這個周玉珂小姐 她是長期在這個大城報上面 寫了很多這個 WATCH TV 對啊 而且事實上周玉珂 她在三台的其中一台裡面 也有製作一個節目 對 我想說對於三台的這個環境 其實這個剛才曲老師講的 黨政軍這個 退出三台的這個行動 我想我很佩服你們大家的 這個長期的這個 耐力跟毅力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 不太理三台了 其實三台 她也是等著大家都這樣 彈性疲乏 大家都不太理她 她就可以繼續活下去 雖然但是黨政軍退出三台 我認為這是一個長遠的計畫 因為事實上 依照法定規定 他們現在是合法的存在 如果說你要讓她資本額結構 能夠改變 然後她整個的企業的組織 要重整的話 那必須經過一個立法的程序 那是一個長遠的知己 那短期的我認為其實三台 當然我講的可能誇張 就三台多存在一分鐘 台灣的社會被這個腐蝕的這個 這個情況可能就多延長一分鐘 甚至我認為今天晚上12點 或是明天12點 你就應該對三台有所這個撞擊的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三台您說的是兩大毒瘤 在台灣社會 我個人認為三台它基本上 它代表是先進的科技 先進的這個傳播力量這麼龐大 可是它竟然在這40幾年 快50年 當然過去的權威文化的遺毒 造成它這個近20年 雖然它只有20年歷史 可是它是積弱成為一個台灣社會裡面 可以說是最落伍的一個單元 它不能夠進步 它這個在自己的這個小的這個繡花 真的是境遇其外的一個外面 所以我認為三台應該是 有一個立即的解決方法 立即的解決方法 有的人認為是政治手段 比如說某某領導人來這個改善 當然這個是一個政治現實 政治領導人不會給電視媒體 或是任何媒體自由的 這一點我覺得新聞工作者 要認知 你不要去讓它給你 您剛才講說黨政軍控制三台 我認為三台的負責人 他們最可悲的是 他其實他如果真的為他的黨服務 我還佩服他 對不對 他是不是為他的黨服務 我希望他們能夠蒙心自問 他是不是在為你自己服務 為他自己個人 他為自己的前途服務 他想的是自己的 明天的下一步的官位 這才是最可悲 所以我認為三台的問題 是全民的問題 那全民大家一起把民意起來 向我們這個主權在民的執政者 來呼籲請你聽我的聲音 讓三台來這個改善 那當然激起民意 報紙有很大的力量 我覺得台灣的報紙要負責任 OK 那麼現在我們得到一個 台灣的報紙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的這個向總編呢 已經有話要說 不過呢 在我們向總編講之前呢 我們目前的製作小組 給我們的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我們聯絡台視李四端先生呢 他呢 目前人在喜宴 沒有辦法跟我們聯絡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可惜 我們繼續還跟其他的 這個三台的這個主管聯絡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 我們來讓我們的向總編 針對剛剛周一口所講的說 報紙不負起車的這個部分 來發表他的看法 OK 我們休息一會兒 等一下就是你 歡迎回到麻辣新聞網現場 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3956620 我們希望 非常希望三台的主管 能夠來跟我們一起參與 討論這個大家所一起關切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 是有關於就是說 剛剛曲老師認為說 黨政軍推出三台 事實上是讓三台做一個 最積極的轉變的一個比較快 一個比較根本的辦法 但是周姐可能認為說 事實上這個東西有點緩不及及 那剛才他有提到說 事實上可能是一般的媒體沒有負起 所謂的監督批判的責任 也是一個問題之一 那我想向總編輯 他是聯合晚報的總編輯 那對於這個問題的話 不曉得向總編輯有什麼看法 另外就是說 就他的新聞專業來講的話 到底黨政軍推出三台 是不是一個解決三台 可能長期對於這個新聞不公 處理的一個方法之一呢 我想今天先聽了幾個很好的笑話 包括兩點不漏 然後聽了曲教授的 跟周小姐的高建議 非常謝謝周小姐的這個問題 漁夫的是笑話 你的不是笑話 麻煩 我想我提出來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麼我的想法是說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黨政軍 推出三台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我們的鏡頭 能夠拉得更遠一點 那麼所謂拉得更遠的一點 就是我們想到就是說 今天就算是黨政軍 退出三台以後 我們要一個什麼樣子的 廣電媒體文化 我想在討論黨政軍三台退出 黨政軍退出三台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勢必要想到 以後的一些問題 我想這樣子的觀點 或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觀點 或許是一個非常哲學性的觀點 可是不管它 從哪一個觀點來出發 我覺得我們勢必要做這樣子的思考 那麼今天假定說我們明天 很成功的黨政軍 全部一體 退出了這個三家電視台 可是後天 我們會有一個怎麼樣子的 三台的面貌 呈現在在觀眾的眼前 對 而且黨政軍 退出三台之後是誰 誰加進來 誰介入這個問題 說明其他的黨又來了 一點沒有錯 就是說比如說 因為現在這個經營這個電視媒體 也是一個需要非常大的這個 財力人力的工作 那麼可能是很大的這個財團 對 市長 陳水扁他有時候也要要求這種 這個甚至是台市的股份應該要 省政府的股份應該分給台北市政府 還有這個 他的電台的綠化問題 所以這些也都是一個問題 對 市長就是說國民黨退出三台 那是不是同樣的民進黨 他也應該退出所謂的台北電台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體適用的 並不是說單針對國民黨就對了 對 OK 我們已經接到陳水扁先生的電話 陳水扁市長已經在線上 他準備跟我們參加討論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陳市長 陳市長您好 陳市長 我們現在可能陷入有些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聯絡 我想 盛永董是不是可以繼續談到 就是說剛才周杰有提到 有關於說可能媒體批判這方面 可能責任並沒有盡得非常完全 那您個人身為一個報社的總編輯 您個人的看法怎麼樣 我自己的感覺是過去這幾年來 就是說平面媒體對於電子媒體的觀察跟監督 已經跟幾年以前已經有相當的轉變 那麼我覺得我們不能夠氣球平面媒體 每天都在批評檢討監督三台 因為三台的問題已經不是新聞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我們發現這個三台在處理新聞 或者是他們的政策有什麼異常的時候 平面媒體現在開始檢討 開始談 開始監督這個 如果說我們要用監督這兩個字的話 那麼相對的我想電子媒體也可以監督平面媒體 這是一個相互的工作的問題 OK 那我們陳市長已經 這個陷入已經接通了 好了 陳市長您好 陳市長 我是漁夫 是漁夫 你好 我們對這一次台北市政府 他要求這個台市政府的股權部分 應該讓出來給台北市政府您這樣子提出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台北電台被濾化的這個問題 您有什麼樣的一個說法 第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認為說 這個有關於這個目前的三家電視台 這個黨政筋這個應該要全部這個推出 那如果說在沒辦法全部推出以前 我們是要求呢 這個股權一定要這個輸出 變成是屬於這一個大眾 大家所這個共有所這個分享 那特別呢 我們一直認為說 如果這一部分又沒辦法 這一個達到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個呢 目前啊 這一個台市其中有這一個一部分的這個股份 如果說講更具體一點呢 這個最大股的就是屬於這個台灣省集體 所使這個單位所有 那事實上台灣省之所以能夠擁有 那麼多的這個股權 是當時呢 這個台北市還沒有這個成為這個燕下市 還是台灣省的這個一部分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擁有的 那後來呢 這一個台灣省啊 這一個 這個等於說 跟台北市這個分家的這種情況之下 那原來屬於這個台灣省的這個 這個部分 在台北市成為這個燕下市以後 是不是也應該 有一部分呢 要這個輸出來 那以後這個台北市來這個分享 那當然高雄市也應該呢 要擁有其中的這個一部分 不過市長 市長 既然您講說黨政軍推特三台 那事實上台北市政府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政府嘛 那所以您要這個省政府的股權讓給台北市政府 那是不是犯了您原來這個利潤上面一個邏輯的錯誤呢 這個沒有錯誤 我剛才講啊 對對最好就是全部都是要這個退出 那在沒辦法全部退出以前有一種階段性的 那階段性的話 那不能夠說這樣的一個要求是錯誤的 就這種說 進入體制 診斷體制 最後是要改革體制 我們是認為有一種階段性的這一種啊 這個要求 階段性的這個處理是這樣 一樣的台北市如果擁有部分的股權 也並不代表台北市永遠要持有 我們也會再輸出來給這個民間 所以市長有人認為說台北電台喔 台北電台因為它本來也是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嘛 那所以您的要求 是不是一樣可能它必須要讓它開放民營呢 對這個台北市的這一個電台 這個台北電台的民營化 這是未來一個趨勢 但是我們也了解說 要百分之百做到這個民營 就是這種公營世衛的民營化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有一些階段性的處理啊 在沒有完全民營化以前 是不是能夠先走向這個公共化 公眾化 專業化 所以現在公共電台 就是我們階段性的一個目標 OK 市長請等一下 周一共剛剛有意見 我覺得陳市長他有很多主張 是非常的他的利潤非常清晰 可是這個前提就好像說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小偷 你不改善的話 我就要跟著你去做小偷的意思 當然這個可能形容的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參與它的股份的要求 基本上會混亂這個整個的訴求邏輯 因為三台本來就已經問題很複雜了 你又有那麼多的前提 然後你又說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要分享 然後再去解決黨政軍退出 那個如果不是陳市長做市長的 另外一個市長手上拿的股份 他不肯放了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根本就是政府 在三台的這個問題裡面 如果說你要長遠之際 公正的解決三台 你根本市政府就不要切入這個 那麼市長民主這一點有什麼辦法 百分之百的全部都退出 那當然是不是完全可能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要求國會前面改選以前 事實上還是有一種階段性的這個處理 那後來是一部分先讓我們這一個改選 有很大的部分 並沒有這個改選 那一樣的到目前為止 還有一些部分區的這一個國會議員 我們一直要求 是不是還要再繼續擁有部分區的 是不是前面 讓我們能夠都來這個改選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種漸進式的 所以理想是一個最後的目標 但是在理想沒有百分之百達成以前 一種階段性的考量 事實上不是完全不可以 OK 好 謝謝市長 我想關於這個黨政軍 到底是怎麼樣來加入這個三台 控制這個三台 我們記者董克錦他有一段報導 我們先來看看 董克錦他所做的這一段報導 自從民國五十一年成立了台灣電視公司 民國五十七五十八年 相繼成立了中式以及華式以來 三台就日以繼夜的 向全國觀眾播放各種節目 然而三十多年來 三台在硬體上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三台是否客觀公正的一個爭議 卻是與日俱爭 有人說三台在黨政軍的陰影籠罩之下 表面看起來是公正的 但是根本是歪的 他給大家的是一個half truth 一半的這個真相 那一半的真相 往往比一個全然作假還要可怕 因為一半的真相 會讓大家相信他 我們碰到很多新聞方面的教授專家 他們談起來都是大搖頭大嘆氣 他們說在明年總統大選以前 休想執政黨 能夠在電子媒體的開放 和公平使用的方面 做出任何的動作 他們還會繼續像現在一樣 壟斷著媒體 來作為他們自己競選的工具 回顧過去三家電視台 一段不公正的歷史 只要遇到政治敏感的議題 三家電視台歪斜的程度 就引起很多人的抗議 有人認為那是扭曲 有人甚至認為那是媒體暴力 過去我們也都知道 這個三台事實上都有它的黑名單 我們常常說海外的同鄉 要回台灣過去有入境的黑名單 入境黑名單已經取消了 但其實三台裡面還有他們自己的黑名單 也就是說 某一些名單上的人 他事實上是不能去採訪的 或者說這個不管是新聞處 直接給他們的 新聞局直接給他們的指令 或者說是他們自己去揣摩上意 然後列出一個這樣的一個黑名單 那封殺某一些這個民間的意思 或者異議的分子的這種言論 而作為人詬病的是 只要一到選舉前 面臨政權保衛戰的關鍵時刻 三台那就不只是歪斜扭曲 而根本是一面倒 媒體呢就平常呢 老實講相當接近公平 但是最壞的壞在這裡 養兵千日用在選舉 到選舉呢整個都翻過來了 那平常建立的公信力呢 是為了迷惑為了麻醉 到時候呢在重要的一擊讓你死 政大傳播研究中心呢 從10月20號開始啊 每一天晚上監看三台的這個晚間新聞 那我們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也整整一個月了 在第一個禮拜來說的話 那個偏頗的情形 三台都非常的嚴重啊 那麼但是因為我們每一天 都有這個報告發表之後呢 從第二個禮拜開始啊 這個台灣電視公司的新聞呢 就有明顯的改善 大概來說的話 這個最嚴重的是中視 差不多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啊 差不多可以占到75%左右 除了中視之外 一向被認為比較公正客觀的台視 在選舉的時候也好不到哪裡去 尤其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台視新聞便用了相當的篇幅 來介紹台北市某位議員候選人 也就是董事長的千金大小姐的事件 便淪為媒體公器私用的一樁笑柄 就像移動建築物會歪會斜 是因為基本結構的關係 有人認為三台之所以會歪會斜 也是因為資本結構的關係 就像台視的資本額來說 光是省屬六行庫的資本 就佔了49%左右 而中視的資本結構當中 屬於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資本 就高達68% 至於華視表面上官股 只佔了40%左右 但是如果加上民股當中 屬於國防部系統的 就佔了將近40%左右 因此在黨政軍資本的控制之下 三台要邁向公正客觀的希望 到底在哪裡呢 在我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人民團體法這方面呢 應該要先再把它嚴格化 就是凡是這種頻道的話 應該把它定位成一種公共財 這樣子的話 這些不管黨政軍 他們就這個特別是黨 他就沒有資格去佔用 這種私人的這種公共的頻道 你談譬如說所謂黨政軍退出 那麼金權要不要退出 黑道要不要退出 他可以用個人的名義 或者其他的名義再進來啊 然後還影響到的話呢 那麼我們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 我們必須要制定一個電子媒體公平使用法 例如說在明年的聯合執政裡面 我們新黨如果可以聯合執政的話 我們就會要求說新聞局要有新黨推薦的人做 我們會推薦一個在新聞界大家公認非常有修養 而且非常公正對新聞有很了解的人來做新聞局長 他來做新聞局長 我們新黨會告訴他 請你把電子媒體公平使用法做出來 然而不論是修改法律或者是換新聞局長 觀眾如果想要看到公正客觀的三排的話 恐怕目前人得發揮相忍為國的精神 再忍一下吧 這個三排啊是這樣子啊 我們剛剛又得到一個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聯絡這個中式新聞部經理莫乃滇 那麼他因為人了重感冒 所以沒有辦法來跟我們參與我們的討論 那麼我們希望呢 這個莫先生看我們的這個電視節目以後 您的感冒會好了 尤其接下來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繼續進行我們的討論 我們剛剛先有談到說 雖然就是說黨政軍特有三排 並不能完全的解決三排 現在的問題 那起碼他是第一步 那我想是不是請曲老師大概說明一下 就是說要怎麼樣做 讓黨政軍退出三排 對首先澄清一下 我不是黨政軍退出三排的召集人 聯盟召集人不是我 我是發起人之一 那麼剛剛講的要忍耐忍耐 其實忍耐太久了 我想你剛剛講的四十年五十年 其實也沒五十年 大概就是四十幾二十幾年 那三排是有改善 不過我想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這資本分配的問題 資本掌握的問題以及經營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我們簡稱三退聯盟 那麼有具體的主張的 就是黨政軍要退掉 那麼是有具體主張的 不是說光是退了就很麻煩了 這樣胡局長就說那個退了 那個金權不退 這也荒唐 金權現在也沒在裡面 他就承認好像金權已經在裡面 這樣很奇怪 胡局長你聽到了嗎 對 所以我們有幾個主要的主張 第一個就是黨政軍退出之後 他的股權要釋放出來 那股權釋放出來 當然會引起後面的問題說 金權呢 無鬼搬運 或者是怎麼樣 無鬼搬運法什麼都來了 對 剛剛相同也提到過 可是這個地方 就要透過廣電法的修訂 讓股權在釋放的過程裡面 不至於落入到另外一種 不應該的這個勢力裡面去 比如說金權或者黑道 或者是有些變相的 無鬼搬運法 其實實際上好像不多 實際上很多 那麼他可能那樣子 比如說我們就認為 是說每一個持股 不能超過1% 他的直系親俗二等親之內 合起來不能超過2% 所以這樣的規範 當然台灣的人頭文化很麻煩 當然要解決那種問題 可是那不是說 因為那樣子說 我們就不做了 那麼做以後再繼續調整 同時我們整個認為說 三台受黨政軍的影響 是一個根本問題 他解決之後就像鬆綁一樣 那麼他可以有好的發展 然後再積極去修改廣電法 甚至我們認為是修改廣電法 是讓三台這個黨政軍 推出三台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廣電法方面來說 但是我們認為是說他 除了剛剛講那個 資本額的那個分佈 股權的這個比例之外 同時我們認為是說 基於這個新聞的專業 頻道開放 以及合乎自由媒體的精神 要組織一個 比如說法定 組織一個監督委員會 來監督這些商業電視台 OK 我想還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解救這個 目前三台的這個必方 不過我們這個等一下 我們請兩位資深的評論人 來為我們說怎麼要拯救這個三台 OK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麻辣新聞網現場 剛才徐教授已經非常清楚提到說 他認為黨政軍要推出三台的話 一些具體的步驟 應該怎麼做 那我想是不是就是說 請向總編輯跟我們談一下 因為他在國外也待過很多年 然後他在新聞方面 有非常專業的一些素養 請您分析一下 您認為怎麼樣一個方式 可以解決目前三台新聞不公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過去這些年 從解嚴以後 1987年到現在 那麼大概有七年八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情況其實慢慢的在改善 當然這個推動的力量還是蠻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情況慢慢的在改善 那麼在改善的地方 比如說現在我們可以 坐在這個TVPS的這個攝影棚裡面 來談這個黨政軍推出三台的問題 那麼現在的平面媒體也開始檢討 也開始監督這個三台 對新聞報導上面的問題 這些都是一些 不過為什麼下去以後 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們問題是 我們現在還不能在三台 坐在他們攝影棚裡面 對 這是最嚴重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說 就是說不管是民眾也好 政府也好 就是說怎麼樣子 讓媒體有一個健康生存發展的環境 那麼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自由競爭市場的一個環境 那麼讓觀眾來做最後的選擇 那麼如果說今天 這個大部分的觀眾選擇看 這個TVPS的晚間新聞 或者選擇看這個CTN的晚間新聞 那麼使得三台受到威脅 它開始 它勢必要開始慢慢的 要調整他們所做的方向 可能有人覺得說來不及 我們一定要趕快 開始做這個事情 可是我覺得 不管是這個ABC也好 這個CBS也好 NBC也好 美國那樣子的環境 也不是三天兩天就造就的 它也是經過一個發展的過程 那麼這個發展的過程裡面 那麼它開始建立它的傳統 開始營造一個更健康的文化 我覺得大家要 怎麼樣子要讓媒體還原成 媒體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把所有的社會運動 把它壓力加注在這個 不管是平面媒體身上 或者其他種媒體身上也好 不過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可能要讓它有 競爭的一個狀態的話 那可能所以頻道 是不是要開放更多一點 讓它的經營更多樣化 對 現在的一個最主的任務 其實剛才徐教授也點到 這樣子的問題 那麼以往這個報競開放的時候 平面媒體它之所以能夠開放 就是說你只要是 有這樣的財力跟人力 你就可以經營一個報紙 可是今天無線電視頻道的問題 是一個跟報紙媒體經營不一樣的問題 那麼怎麼樣子 能夠讓無線電視頻道 有一個更平均更合理的分配 我們把這個根本的問題解決之後 或許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有一個 周一康已經一直在 我想像總編輯提的 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理想的一個 讓觀眾做抉擇 就是說讓選票 讓民意來選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的民眾 所看到的三台已經是幾十年的 他以為電視台就是這麼回事 沒有人去秀向民主一樣 如果沒有反對 政治反對運動人士告訴他 民主不應該是蔣家政權下的 那樣的政治形勢的話 很可能台灣還是八九年前 十幾年前的一個政治情況 所以我認為在今天台灣這個情勢 你講的營造媒體的公平競爭環境 這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我們整個的競爭的基點就不公平 所以剛才您講的三退這個三台運動 大爆都不登 大爆他也登小小的 所以那三台根本不報 對他沒有把這個當成一回事 一般的民眾 他大部分的訊息 還是被告知的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們 大部分都蠻蠻純良的 他這個分析能力被三台長期的 這個腐蝕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必須報紙來幫他 我覺得今天比較可悲的是 老實說我自己在大爆戲做過 我常常現在我在看三台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三台 我常常覺得 當我自己在看連續劇的時候 我就想台灣有一半的人 都是在這麼白癡的 八點到九點這麼快樂的看 那很多人可能不以為然 但是這就是我們的電視文化 所以您覺得體面媒體還是要負擬 對 我覺得兩大爆戲必須負起責任來 而且我們必須承認兩大爆戲 自己的影劇新聞裡面 或悉尼的情況非常多 自己跟人家一起辦電視節目 自己一起不願意得罪人 我想這個現象才是最可悲的 您 曲老師 你們再努力沒有用 因為沒有共鳴 因為三台不讓你上 然後平面媒體也不理你 我想這個問題實在很嚴重 我想不能說是七八年代解嚴之後有改善 那改善是有限度的 因為那有三隻手 有三隻黑手在那裡 他再怎麼改也 脫不了那個三隻黑手 所以黨政軍的影響還在那裡 所以他最後的基本結構不變的話 那這個要營造一個 一個理想的一個媒體環境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已經到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是 是西方的民主發展了幾百年 所以我們也等幾百年 一樣的事情 台灣有本錢 有潛力可以在短期之內 完成政治的改革 有短期之內 這個發展經濟 也在短期之內 可以發動媒體的改革 那現在時候已經到了 對 為什麼國民 所以三台是一個突破點 是難的地方 沒有錯 三台本身就是一個突破點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就是說 逼平三台 我逼平好像說 我今天在這邊 在這邊保護三台的利益 我覺得 我不是 我覺得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 後續的問題要想清楚 對 今天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子做 然後這件事情做了以後 會發生什麼樣子的後果 然後我們希望 它產生什麼樣子的 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我們的媒體 就像我剛才講 我們希望我們的廣電媒體文化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文化 它是一個比較歐式的 NHK或者是這個BBC 這樣子的這種公共電視的方式 還是希望它是 是ABC NBC 這個CBS 美視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想透徹 是不是都已經經過 充分的辯論 那麼把後續的問題 想清楚了以後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 怎麼樣子的過程 會導致我們所希望得到的結果 我想要說明的是 是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OK 我想 我們還有許多解決的辦法 不過我們要先等一下 我現在先抱一支 3956620的專線 我們希望有關的單位 跟當事人 您趕快打電話進來 那麼我們還希望這個 新聞局廣電處長羅傳顯先生 請你把你家的電話拿起來 因為我們正要打電話給你 請你把你家的電話 請你Pick up你的電話 我們不要緊急跟你聯絡 OK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吃的交給你囉 吃的交給你囉 OK 歡迎再度回到馬拉新聞網 好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談論的是三台 不知道三台的主管 跟新聞局長 您看到了嗎 請你趕快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參加一起討論 我們剛剛又得到一個 很遺憾的消息 就是華視新聞部經理 周曉輝先生 我們現在非常遺憾 沒有辦法 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沒有辦法跟他聯絡 OK 好 我們繼續 我們的最後 到底是要怎麼樣來拯救 這三台到底 有什麼樣的一個自覺自省 對 我在想說 我們剛剛有討論的就是說 可能群老師他們覺得說 可能要從就是有步驟的 先做擋戰軍推入三台 那可能像總比例 他覺得應該有整個 結構性的問題 可能全面都要去關照 但事實上除了一些 我們大家給 三台外部的壓力之外 是不是三台自己內部 要做一些反省 他們是不是自己 如果能夠改進的話 可能更好一點是不是 我想那個 曲老師不想您的看法怎麼樣 第一點 我們希望傀儡 不再是傀儡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結果我們發現傀儡 還是傀儡就很麻煩 所以三台內部 確實有很多的問題 剛剛周曉輝姐 已經提到了 也就是說這一個內部 本身的這個 在黨政軍影響之下 它形成一個 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官僚文化 或者是這一部 電視台的文化 比如說我個人來講 我在戒嚴時期 還可以平均一個月 上一次電視 可是最近大概 一年來的幾次了 而且內部 它本身在 在不知道怎麼樣的方式 在過濾 在怎麼樣 所以自己嚇自己 所以內部 有很多問題 所以內部 不可能要編輯不公約了 或者其他的一個方式 要發揮專業精神 然後能夠 讓這個媒體的報導 能夠真正 這個檢視實際的狀況 所以這樣的話 內部的改革 當然是必須的 可是我個人還是強調 是先把外面拿掉 內部才會容易變 裡面變是 有點怨目求疑 我想這新聞不公約 這個東西 事實上目前國內 常常提起這個東西 甚至有些報社 像自立早報 甚至像台訊雜誌 也落後續續有實行中 不曉得像總畢竟 你認為說 這個編輯不公約 它實施的可能性大不大 譬如說像連晚 你們考慮說要實施 那你覺得 是不是實施了以後 對於整個所謂的 編輯市內的社會控制 會好一點 我覺得編輯不公約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一向的看法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 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想透徹 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編輯不公約 是不是一定導致我們 所希望得到的後果 那麼我覺得 從一些不同的經驗來簡證 未必見得 我們說現在 幾家世界上幾家好的報紙 比如說《紐約時報》 比如說《華盛頓郵報》 比如說《華爾街日報》 比如說《倫敦泰晤時報》 那麼這些報紙 他們是不是經過編輯部的公約 來提升他們的品質 我想這個答案 並不是這個樣子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來提升媒體的它的品質 可是編輯不公約 是不是一定解決這個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有它上缺的原因 所以三台如果即使有這個編輯不公約 也不見得是 不見得可以有辦法達成三台 這種公平公正的 第一個我覺得編輯不公約 在三台裡面現在存在的可能性不大高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真的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就一定能夠解決這個三台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 我覺得未必見得是這樣子 但是它是不是可行的方案之一呢 它可以是可行的方案之一 可是不見得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那不曉得 就是因為它不是紐約時報 不是經報 不是那個東西 所以它要編輯不公約來幫他忙 假設它是的話 我們當然也就不要編輯不公約了 除了新聞處理不公正 現在最近幾年大家都把它弄到 就是跟選舉期間 新聞處理不公正來講 事實上它除了新聞處理不公正 它節目也有問題 它這個根本沒有自製節目的能力 三台根本是二房東 把它的時間租給別人 就收這個租金 它根本沒有製造出一個台灣的 一個電視的製作人才群 這一點才可怕 所以三台的節目 本身精神大腦是掌握在製作人手上 那製作人後面又有廣告業主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韓國的電視記者曾經抗議過 這個大陸的甚至於都有過 對不對 天安門事件 菲律賓都有 為什麼我們的就沒有 我們的自己的人 沒有一個合理的 合群的力量 我覺得以後 你是認為新聞記者本身不夠 對 自己要呢 還有就是各個有 各個人要發揮良知 不要怕得罪人 不要怕 不要做相冤 該講話的時候就講 該在報紙上登的時候就登 該寫的時候就寫 被罵也沒有關係 你該退出站出來的時候 大家力量結在一起 去逼那些執政者 這個 來改變這個整個的電視環境 OK 那麼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來跟我們做這麼精闢的分析 我們希望三台主管你們要看到 如果你們看不到的話 我想觀眾朋友你可以 你可以把錄影 錄今天的節目都給他們看 讓大家看得出 到底大家對他期待有多高 多麼的用心良苦 是 OK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那麼我們先跟觀眾說一聲再會 不過呢 在再會之前呢 我今天的漁長劍谷 要帶你到蘭昆森去拜拜 先不要走喔 OK 拜拜 拜拜 下週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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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常覺得政治嘛 沒有那麼複雜 從一些小地方 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示 台南縣國內有處迷勝 叫做水火同源 火呢從硫磺水裡噴出來 水火能同源成為台南縣的新縣灰 但是台南縣的地方政治 三派和海派卻拼來拼去 水火能同源三海不相容 這反映了台灣地方政治的悲哀 再說台南縣北門鄉的蘭昆森 是台灣的宗教聖地 這裡有兩座廟 大廟供奉著五輔千歲 小廟叫做聖東廟 供奉著忍阿公 這個忍阿公本來是台灣鄉下的 木牛頭 後來因為意外死亡 鄉人便把他來蘭昆森 結果得了帝靈 升天變成小廟供 可是有一天從中國大陸 來了五輔千歲 向中蘭昆森這處帝靈 結果和小廟供就打起來了 五個大人欺負小孩 沒想到忍阿公蕭勇上障 還拿著神虎朝著五輔千歲的頭上 披了一道裂痕 到現在不管廟供怎麼補 裂痕還是在 最後勞駕管銀罵出面協調 從此以後一帝兩座廟 一國兩制 所以依我看如果台灣要進入聯合國 要請李登輝總統來這裡拜拜了 OK 下週麻辣新聞網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